各位朋友,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啊 中国的很多古老的民间智慧 那是隐藏着世间大道的真理的 你比如说给孩子取名的时候 老人们常说不能给孩子取的名字太大了 如果这名字太大了的话 这孩子可能他的运压不住就会有灾 你比如说叫天一的 天一,天下第一 是吧,唯我独尊 你把老天爷放哪啊 是吧,你最起码你得叫这个天二吧 是吧,好吧 就是咱们说叫李天一的是谁啊 李双江的儿子吗 那不是刚出来吗 那判了十几年刚出来吗 有一个叫王天一的 刚被抓起来 你看叫天一的全都有牢狱之灾 你说这咋回事啊 中国有一个象棋界的第一人叫王天一出事了 2024年8月1号到8月23号 多名知情者向中国的记者爆料 有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的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 已被杭州的检方批准来捕 除了王天一之外 还有其他的中国象棋特级大师 已被调查啊 这个不是国际象棋 是中国象棋啊 这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棋类的 应该算个小众冷门了吧 上述的爆料者介绍 王天一所涉及的项目 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 既自己或者是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 王岳飞给予对手好处 以赢得比赛 记住啊 这个王岳飞是王天一的经纪人 获得象棋等级排名的优势 还涉嫌卖棋 即收受对手的钱财 在比赛中故意输棋 其中王天一和王岳飞 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 80万人民币 那很少的钱啊 资料显示 王天一1989年4月23号 出生于北京2008年 王天一被北京大学录取 就读于信息管理专业 2012年10月 王天一获得了全国象棋个人赛的冠军 成为中国第16位男子全国象棋冠军棋手 并晋升为象棋特级大师 从2014年开始 王天一连续11年 举中国象棋棋手等级积分的全国第一名 由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 其中在2023年 他的等级分达到了2800分 为中国象棋施行等级分以来 历史的新高分 这说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 不过呢 近年来有关王天一的争议一直不断 包括部分专业棋手在内 质疑王天一在象棋比赛中 利用技术手段 作弊者众多 其中一位质疑者就是 2011年全国象棋锦标赛的冠军 孙永珍 2012年11月7号 王天一在其个人的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公开回应称 以正本人清白 我只得向孙永珍公开挑战十番棋的对决 时间地点任选 不过呢 这番约战呢 后来并未践行 向棋界资深人士透露称 这是源于当时中国棋院的部门的反对 2023年6月一段棋手王岳飞与贺继超的电话录音 闹得是飞飞扬扬 录音中只指王岳飞参与了王天一的买棋 甚至是用软件作弊操控比赛 王岳飞甚至自称有一批人参与其中 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这段录音迅速地在中国象棋界及象棋爱好者中 引发了宣传大波被称为录音门的事件 我们先来听听网上报出来的录音 有人报出王岳飞和好记超的录音 声称王天一联合王岳飞作弊 还配上了字幕讲解 我寻思这种事谁会在电话里说 录音实锤 王天一联合王岳飞 利用仪器作弊操纵联赛 买卖相机比赛搞全色交易 锁定亚运会资格 二人长期靠操纵 比赛拿成绩赚钱 证据确讨 说你还要跟你说一起 我那挺配合 挺羡慕的 因为我又爱睡 那谁又爱睡 我本来跟他俩合了 我就调一份 这又跟天一我再说来的话 我能调五份呢 我真调我了 你这 我打电话不要说 你这 说完了吗 不是一点二吗 不是一点二不一点二问题呀 那你看我 我就等于那里 调三一份的 我本来跟他俩合了我就调二份 这又跟天一我再说的话 我能调五份呢 我真调我了我了 你这 我打电话不要说他说 我这就别忘了 不是我靠你什么分啊 小豪 你这就是这些东西 你随便让你冲点 你亲身一个人 你不是你不是长三十分啊 你随便亲身一个人 你不是长三分吗 三十分没有吗 小豪 而且你现在你有可能 这也毕竟对得上他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让我 你让我怎么去做这个工作 你未来25% 你非要把我顶到头 而且这个顶到头你等于 你让我怎么去做 你让我你会你给哥 你让哥真为难了 这个我不是说 不不不不 不是说咱俩咱俩 咱俩本身有什么能说什么 对吧 你不让我为难了吗 兄弟啊 对吧 咱俩就把他说的东西 基本上 基本上也都是比较坦诚的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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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对你 你真的给他点到头 我他那个他那个劲 你也不知道 你让我怎么去做啊 不能 压一会 小马上 我还得去捧着 我还得慢着 这回来 你白捧吗 我说人说白了 你那时候你也不一定的 我会这样 而且我 而且这个动作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 我不是我想了你了吗 你说我想了你 怎么想啊 这个人 我就跟你说的那些东西 我跟他们谁合作 合作不了了 我就不跟你讲 妈妈 老爸他们谁合作 合作不了 我还有一批人 是 我都想了 兄弟咱俩说的话 你换到我心里都没输吗 嗯 你说对不对 小马 我就跟你讲的东西 你弄好了 我不低于这个东西 我跟他们谁合作不了 你说吧 就帮我他们人都算了 什么鹰啊 什么梦啊 这不都是一样吗 他们用了这东西 他们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上了上不去 还不一定吧 嗯 他们真打了 就上了去了 而且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东西 而且这么多年关系 我真需要了 还有那位说还有仪器 还有软件 什么东西啊 是那个微型耳机啊 还是那个隐形眼镜啊 都不是啊 他们传说是什么 钢珠 那位说那钢 不是那个啊 是塞到后门里边 那个钢珠 那位说那有什么用啊 本来的这玩意儿呢 是用在某个变态领域的玩意儿 他们呢呃确实是脑洞大开 把他用作这个作弊上了 因为他不有有直播吗 啊有直播画面吗 是吧 然后呢 那个直播画面呢 有人呢就在这个场外负责呢 用软件 你知道现在这个像棋软件和这个国际像棋软件啊 人类都已经下不过了 就围棋可能现在还没突破 是吧啊 反正是用像棋软件算出下一步来 然后呢 那位说那怎么传到那个 那那他那后门里的玩意儿上去的 摩尔斯电码啊 什么一长两短啊 什么知道三长四短 那意思就告诉你啊 像八平五啊 炮二进三 没有办法大伙就这意思啊 那他那一感觉啊 好家伙那位说这这玩意儿啊 还还还感觉挺灵敏的 那咱就不知道了 那特意恋的也还是说 他本来他就在柜子外边 这咱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啊 这完全老包 这怎么都合作不了这么多人吧 嗯 不要不要找你兄弟 对吧 而且我还跟你说这个也 也不是说上面就一定这个那什么了 对吧 你用说的好 你可能还要那什么 你说我不想了你是吧 嗯 嗯嗯 你等于要明要力了就好 要明要力这个是 我 啊那咱们有合作的空间呢 我这个人 也有一些队员 那咱还有机会的东西多了 那不然是个 对吧 我想给了出来东西 或者 大家都互惟互利者 为什么不合作呢 嗯 我是做生意的人 我本人是做生意的人 对吧 做生意不就互惟互利吗 对 但做生意有一个原则啊 下期的人很多人不懂啊 嗯 做生意如果你每个生意都赚 那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啊 对 下期的人不懂 我跟你说像他们这种熊猫点顶的 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是能顶着点顶 所以说他们是做不上的 因为做生意在生意市场里面 肯定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说 他就不可能 就是没有没有断了啊 嗯 你全都还给你做啊 你全都还给你做生意 对对 你想一想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说我们这些人 就是 但清闲肯定不行 对吧 你要说就是说这个少赚钱 今天你到他了 明天他让你 这不是谁知道吗 对对 对吧 那你目的是 你们形成的这种 长期的这种合作伙伴 对吧 今天你 今天你可能需要他的货了 明天你可能需要他的东西走转了 对吧 这个东西 对 他不就是 他不就是 就变成好用了吗 对 他你听我说 你今天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你今天你觉得你亏了 他怎么样 啊 一个你 你等于你又要明 又要立 你如果都要的话 你今天你就全要了 你以后呢 嗯 这个都不可能这样吗 对不对 而且我也不是说 而且兄弟咱是双向的东西 并不是哥跟你说的这个东西 你换过来 而且你换过来 你换过来 我耶 不是你换过来 别人也可以 也可以很大 很大的一个去弄你 没关系 给你也没关系 你要是 我也跟你说了 这我也不是说 你们同种价值 我没有这个意思 嗯 但是首先咱们合作 像好咱们合作 咱们不得有一个前提吗 对不对 真的有个原则吗 真的有个原则吗 你把核心原则做好了 你说哥 能想着你 能不想着你吗 哎 所以你看你 说 你别说一家五 一家五那个就我们也不去 那一家五那个 我们也都不去 但不是说 卡住 我一家五也要卡住你 我们也没卡住 另外一个 你这个东西就是说 咱们之前 也说了 你要愿意快丢他们 那我也能高代压给你 咱有嘛 说嘛 对不对 这不是商量的来嘛 嗯 你肯定要跑了 他什么重要 不重要的 你自己是捧了 我都不重要 我是捧了 你说哪时候 不是你考虑了他亏啊 他要亏东西的吗 他亏 他亏 也就亏了一分两分 两分 他 你这个时候 那大家做这些事 那为什么呢 这很清楚大家 不肯定都捧了吗 那你看我全位 你让我慢点捧 我连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 明明和天一 这个输给天一 多少钱 我说你做了什么东西 我都不懂 两个做了 你们人家挣过 你又在那吓得我呢 傻逼 你就是傻逼 你就是 那这个价值多少钱 他跟你觉得 问我 你觉得这个价值值多少 我看来就值两千块钱 因为我不下棋 所以你不要问我 对吧 我说有两千块钱 我可能考虑 超过两千 我都不要这东西 因为我没这个水平 你让我不要这个脸 这脸不是这么累吗 叫毛脸一样 赢这个赢那个 有鸡毛用 对对对 对吧 就说我那天下来 在赢说 你这脸 我说我要这个脸 不假的 我说我这光光 转这么八个 我说我脸拉下来 跟兄弟们 咱也没有什么不行的 对吧 这是不掏东西吗 对吧 安排 我说这有什么用 不都假的 我说你赢那些东西 你不下26场 你把这 弹那么25场 你弹24场 你把这下两场全输了 我有什么用呢 这个如果是王天一买棋 靠的是买赢的 人家成了中国象棋第一人了 象棋这么小的一个市场 这么小众的一项目 搞的是乌烟瘴气啊 有利益的地方 肯定就有腐败 但是没有想到象棋界 能脏到这个地步 还往里边塞东西 是吧 这个确实是中国的网友 基本上都惊了 都惊了 这事情太过于恶劣啊 中国象棋的这个老派的大师 泰斗柳大华都发布了视频 实名举报 国家体育总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郭丽萍长期以来包庇纵容象棋界的黑恶势力 公然使用电脑软件以及现代科技手段 操纵包办国内各种大型比赛的胜负与奖金分配 他说这个事儿已经向领导反馈了 郭丽萍1974年出生 曾获世界象棋锦标赛女子冠军 这个2024年6月记者联系到郭丽萍 他回复称自己已经调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对于柳大华的指控 他不方便回应 需要等组织的正式答复 相信最后会有结论的 这个调走了啊 柳大华的举报 是王天一被警方调查的导火索之一 2024年6月知情者向记者证实 2024年4月23号王天一接受了警方的调查 其办案单位包括杭州警方的经侦部门 而这一天也恰恰是王天一的35岁生日 王天一涉嫌的罪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在2018年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企愿杭州分院之前 他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王天一已经被杭州警方批准了逮捕 这个金额呢 现在看来呢 这个80万元人民币 说这个王天一给予一名浙江籍中国象棋大师 一场比赛的让棋费好处费达到了20万元 该象棋特级大师前后三次被警方带走调查 他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证人 公安部门办理王天一案中遭到比较多的干扰 后来此案升格 由上级公安部门都办了 大家看出来了吧 这个体育比赛我给大伙说过 从来就不可能干净 只要是牵扯到利益的地方 商业利益的地方怎么可能干净得了呢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啊 甚至是包括中国特有的象棋 这个小棋种的小众的这个领域里边 都脏成了这样了 有人说了 对还是他名字惹的祸 他呢 顶不住这个名字 有道理 你们觉得呢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